HELLO 大家好 這隊是神賜員隊 由於我亦不太夠卡 所以打了幾次才能過得到 最大的remind 就是這隻力屬的南法格比達 18氣的超必是不會跌防的 12氣的超必才能跌防 另外因為我沒有那隻 速熟的賈瑪斯 變相要用G屬的極驗 這隻極驗是非常垃圾的 如果大家有速熟賈瑪斯 相對就會輕鬆很多 因為可以在尾以這關力屬的話 開啟被動機 再硬冰過去 另外黑悟空 視乎你們新的G屬的 高不高潛 如果高潛的話 其實用那隻都可以 因為那隻可以跌防 但是因為我這隻體屬的採了 他吃豬都可以加攻防 以及在尾關大跑 我照樣保留了這隻體屬的黑悟空 除此之外 如果你們有體屬的變身比達 和速熟的變身悟空 這兩隻也是可以跌防的 那就可以不用像我這樣 用這隻超藍的甲比達 以及超藍的 比達 這兩隻都還好 但我投過幾次失敗 都是因為 G屬的極鹽 所以如果大家有速熟的雜賈瑪斯 就真的不用再想放G屬的極鹽 除非剛剛那些卡 或者其他隊內的其他卡 你真的爭的話 迫著要放就沒辦法了 但有得選 你才是老闆 千萬不要用這隻G屬的厭武 另外如果你的超技的難發甲比達 高潛的話 甚至錯了的話 也可以取代那隻力屬的甲比達 因為那張卡 其實超必都是無限 疊功疊防 還要去PS技 會瘋狂再出超必 變相 力水和硬度 分分鐘是比力屬的更加高的 因為力屬的 PS技在打這一關 其實有好有不好 因為當它是小血的話 它會加強多氣 變相 迫著要出18氣的超必 就少了一次的疊防 大家如果真的過關 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 問一問 看看我能否盡力幫到你 如果之前的影片 幫到大家 麻煩給個讚 或者訂閱我 如果有新關的話 都會給大家通關隊伍 做個參考 或者大家如果有什麼隊伍 或者什麼關 過不了想問的話 也歡迎可以交流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